2012年 四川志愿者开启寻找老兵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 92岁的苏国章老人被邀请上台发言 他激动地说 当年长沙会战 营长给我们说过 你们都是抗日英雄 你们的名字一定会被人民铭记 今天 营长的话应验了 92岁的苏国章说完这句话 颤颤巍巍地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而后 他眼泪沿着皱纹横流不止 在座的听众无不潸然泪下 苏国章的故事非常感人 但刚开始大家并不知晓 通过志愿者们的深度挖掘 苏国章的故事才逐渐呈现在大家眼前 苏国章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小作坊家庭 他的父亲靠染指为生 苏国章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他在家里是老妖 作为最小的孩子 他从小深受父母和兄姐的疼爱 若是没有战争 苏国章大概率会有一个平安顺遂的人生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 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自古川军无孬种 在抗战时期四川虽然是大后方 但四川男儿前赴后继的奔赴前线 担负起护国首土之责 数十万的川娃子已身报国 其中就包括苏国章的三位亲哥哥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苏国章的大哥战死于上海 三哥死在了山东 二哥出川之前对苏国章说 我不笑 照顾父母的重任就交给四弟了 苏国章送走二哥后 兄弟俩再也未见 后来苏国章多方打听 才知道二哥在衡阳与敌军血战 为国捐躯 作为家中仅剩的男儿 苏国章本应看护老宅 孝敬父母照顾寡嫂 可是战争的硝烟 已经弥漫到了中国的西南 日本人的飞机时常飞到四川 苏国章家中的染房被炸为废墟 在国仇家恨的交织下 苏国章决定沿着三位兄长的脚印 再次出川 1938年的一个清晨 山河不敬 抗战队伍中却多了一个川娃子 他虽然只有18岁 但却毅然为国而战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 苏国章被派往湖南前线 苏国章回忆道 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穿着草鞋 但从未想过退缩 1939年 苏国章参加了长沙保卫战 当时中国军队不管在武器还是后勤方面 都远逊于日军 挨动受恶吃枪子是家常便饭 很多时候 前一天还躺在一起说笑的战友 第二天就成了尸体 有战友倒下 就有战友补上 营长为了鼓舞新兵 身先士卒 苏国章在部队中用机枪扫射过敌军 也和敌军进行过最残酷的白刃战 后来 长沙失守 苏国章跟随部队来到衡阳 参加衡阳保卫战 战争非常凄惨 战友们实不存一 当苏国章踩着战友们的尸体 和敌军一轮又一轮的缠斗时 他似乎已经杀红了眼 在最后的白刃战中 苏国章的腰间被敌人插上了刺刀 但他仍在战斗 因腰部重伤 苏国章在医院休养了很久 后来战争结束 他回到老家 此时 他父母已经亡固 家人或失或散 苏国章默然回首 战争虽然结束 但他却无家可归 苏国章为了生计 重拾幼年时学习过的针灸技能 他开始摆摊给人做针灸 虽然如此 苏国章的生活依然困顿 他四处漂泊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苏国章的针灸已经小有名气 他生活稳定后 才娶其生子 而此时 他已经年过半百 半生浮沉 为国征战护山河 玄壶济世 不负年华不负国 苏国章的抗战经历 当地百姓知道的并不多 直到2012年 四川志愿者 在寻访抗战老兵的时候 才发现苏国章 他的故事因此才被流传开来 实际上 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 还有许多像苏国章一样的抗战老兵 他们为了抵御外敌 为了保卫民族 为了国仇家恨 毅然地站在人民的最前方 用自己的血肉 筑起民族的防线 他们是中华的英雄 是民族的脊梁 古人云 为众人暴心者 不可使其洞壁于风雪 随着时间的流逝 老兵们年龄越来越大 人数也越来越少 仍健在的老兵们 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怀 对此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联合字节跳动公益 推出老兵关怀计划 在沐浴和平阳光的今天 我们邀请您一道 用点滴的爱心 守护每一位抗战英雄 也许 你只要省下一包烟 或者一杯奶茶 便可以给这个和平世界 献上温暖 再次